好 今天早上转回到国内来看到南台湾墾丁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相当丰富 想不到居然是有民众把这样的挂钩就丁在礁岩上面来进行攀岩 严重破坏了自然景观 啃管处后报前往现场来稽查就赫然发现丁子还留在礁岩上 除了是违反了国家公园 仿现在也考虑要提高回损罪 不过由于这个地点没有列在禁止攀岩的区域里头 因此啃管处现在要研绎扩大禁止范围 沙滩上放着散乱的装备绳索定挂在90度的岩壁 然后连接绑在两名男子身上 其中一人正从好几公尺高的地方缓缓下降 两个人正在攀岩 另一人站在一旁观看 有民众目击这一幕相当痛心 这三个人攀岩的地点在墾丁香蕉湾保护区周边 挂钩就定在礁岩上破坏自然景观 啃管处人员前往现场勘察 还有好几个钉子定在礁岩上 这个地点被列为特别景观区受到保护 遗留挂钩已经违反国家公园法 第一次裁罚1500元 第二次3000元 同时涉及刑法毁损罪 恒春半岛地形地貌得天独厚 拥有不少奇言怪识 其中以传帆石和大尖山最为知名 根据国家公园法规定 禁止于墾丁国家公园内的大尖山 青蛙石 传帆石地区从事攀爬之行为 这个攀爬地点香蕉湾周遭 却不在禁止区内 由于未禁止攀爬 因此椒盐被打上钉子毁损 民众建议法令是否应该更加严谨 保护着得来不易的大自然资源 记者林安平评中报道